小伙伴们好,我是冷姐 2001年星爷电影《少林足球》上映 香港票房6073万港币 第五次打破香港影史票房纪录 这时候的星爷已经站在了港片的巅峰 可星爷却没有成胜追击 而是静下心来 用了三年时间打造新片《功夫》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功夫》的幕后故事 星爷小时候特别内向 但非常着迷李小龙 跟着电影练永春拳 在TVB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也是用李小龙激励自己 《功夫》就是星爷对李小龙的致敬 星爷请袁华饰演包租公 理由就是袁华曾经出演过李小龙的电影 做过李小龙的替身 这一点让他非常羡慕 包租国圆秋大拇指抹鼻的动作 是李小龙的经典动作 虎头帮主陈国关长的 就是活脱脱的李小龙 星爷打通任多二脉之后 白色功夫衫和黑色练功库的外相 也是复制的李小龙电影《龙争虎斗》 还有一个最冷的点 是奏火云邪神那个虎头帮打手 真名叫丁小龙 是正儿八经的李小龙第四代传人 2003年6月 功夫在上海一个退气工厂开机 之后电影拍摄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完成的 那座《猪龙城寨》 位于上海南边15公里外的车墩站 是为了这部电影专门兴建的 整个搭建过程共计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原本构思的时候 《猪龙城寨》是一个乡村 但是和上个世纪40年代城市相差太大 经过多次讨论后 成为电影中的样子 可惜在拍完《功夫》之后 这个城寨也拆除了 偶像是李小龙 但新爷却想把功夫拍成一个全新的模式 传统功夫加上电脑特技 全片一共有550个特效镜头 这在16年前堪比好莱坞大制作 新爷还希望每一个镜头都是最好的 因此电影制作成本大幅度攀升 北美制片方索尼哥伦比亚 要求新爷缩减开支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电影 但新爷却一直坚持制作水准 最终电影花了1.7亿才拍完 这其中还包括了新爷给金庸的6万块版权费 片中的杨过《小龙女》 《小龙十八掌》等元素都来源于金庸小说 金老爷子是爽快人 说几个名字不按事 但新爷还是坚持给 于是商量了一下 6处引用就给了6万 金庸转手就捐给了公益结构 电影票房让哥伦比亚松了一口气 功夫2004年上映 香港票房6128万港币 第六次打破记录 内地票房107亿 全球票房1.01亿美元 打破了港片的全球票房记录 但电影还是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新爷的黄金搭档吴梦达没有出演 根据吴梦达和林子聪的采访 当时是非典时期 功夫剧组推迟了拍摄 而吴梦达刚好这时签了一部片约 吴梦达说星赛是自己人 拍戏都是直接通知他 功夫就没有签合同 也过了跟他约定的拍摄时间 吴梦达只能推掉了功夫 也许就是这样 让新爷以为吴梦达帮自己了 林子聪也正视了这个说法 他的角色本来叫阿达 因为达叔没有时间 林子聪才顶了这个角色 人物设定和剧本也改动了不少 林子聪才